新排水量最大主力军舰巴登福腾堡号 和现役总盾位数最大的补给舰法兰克福号 两艘重量级军舰13号组队行进台湾海峡中线 面对中国气得跳脚 德国总理肖兹态度淡定 只说台海是国际水域 德国国防部长也同步强调捍卫台海自由航行权 根据彭博整理报道 近五年西方国家军舰穿越台海的次数明显变多 美军驱逐舰今年已经四度执行通过台海的任务 加拿大2022年发布印太战略以来 也四次派遣军舰行进台海 欧盟方面法国护卫舰普拉雅尔号去年四月穿越台海 荷兰海军护卫舰特罗普浩则在今年五月 现在轮到德国 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 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坚决反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 挑衅和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眼看中国针对台海和南海动作频频 或许会有更多西方国家选择路过台海 为何劝阻 这新闻王杰王主营报道 这新闻王主营报道